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野人的营地 野人营地里似乎并没有野人 所以我们打算偷偷潜入野人营地里去看看 希望野人们不要中途回来 野人的营地里有一些布 还有一些行李箱 看来之前飞机上的旅客们已经惨遭他们的毒手了 果然不足所料 在我们刚到营地没多久 野人们回来了 他们发现了我们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 野人倒下了 我们胜利了 毕竟我们有锋利的消防府 伤害更高 而野人只有他们的拳头 今天的探索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天色越来越暗 不知道等一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们抬了一具野人的尸体 带回我们的营地做研究 我们刚到营地 野人们又出现了 他们肯定发现我们入侵了他们的地盘 并且杀害了他们的同胞 似乎是来找我们报仇的 不过我的血量不够了 在战斗下去肯定要牺牲 所以我直接躲进了小木屋里 看着我其余两个队友站等 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加油 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了白天 野人们终于被打跑了 我们也筋疲力尽了 但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 趁现在是白天 我们要更加地去探索这个荒岛 但是走着走着 我与两个队友走散了 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我很害怕 我打算去找他们 哎哟 打扰了打扰了 我并不知道 有好几个野人在树底下乘凉 这下惨了 他们这么多人 我可能打不过他们 哇 赶紧跑啊 但是我已经没体力了 跑不动了 哇 别打我 他们跑得好快啊 啊 别打 别打 别打我呀 顿时感觉眼前一黑 倒了下去 迷迷糊糊中 出现了一只鞋子 是队友来救我了 队友把我扶了起来 我撒腿就跑 跑到了一个茅草屋里 躲了起来 这个地方还不错 野人们似乎上不来 哇 真的太可怕了 到了晚上 我们回到了营地 这时候突然发现野人又出现了 看着打扮应该是野人的酋长 似乎他们对昨晚的战斗并不罢休 是时候让他们尝尝我们文明人的厉害 哇 差点没打死啊 我赶紧躲进了小木屋里 休息了一阵 等我继续出来战斗 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 野人酋长终于倒下了 哎呀 还没死脱 再看一刀 我们搜刮了一下这个野人酋长 从他身上搜到了一把武器 用骷髅头和手掌制作的武器 应该是某个部落酋长的象征吧 经过一天的探索和一晚上的战斗 我们已经很累了 三个人回到了小木屋里去睡一觉 迎接着下一天的到来 不知道下一天会有什么样的清洗 在等着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